大家好 说到做到健康道 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的辽宁卫视 每天5点17分 为您带来全新的健康分享理念的节目 健康道我是安虎 欢迎你们 同学呢 我们的健康道呢 最近已经开通了我们的微信平台 只要扫描我们电视机右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在微信平台上搜索健康道三个字 你就可以在我们节目播出之余 依然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健康信息 那今天我们的健康信息 今天我们讲什么话题呢 我们现在通过一个 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热播电视剧 说起请个大屏幕 我觉得天来办这个事稳妥不稳妥啊 我老觉得像不稳呢 我近两天这眼睛 这右眼老跳热眼皮 就每次跳都可灵眼了 老想发生点啥事 不能吧 这瞎没信 好 这是乡村爱情期的这个赵本山 扮演的这人叫什么 王大拿 然后他就一个片段 说这个最近的眼皮跳了 可能有些什么不好的事 确实实上咱们这个民间都会有这样的说法 叫做左眼跳 右眼跳 你看你们都说 你们这你干嘛你们这说灾啊 对左眼跳才右眼跳灾 现在我们放着歌也是做眼睛跳 跳好是要来到 不是要发财了就是要省关了 对 民间是真的有这样的说法 那我来问问这个现场的这个书术阿姨们 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眼皮跳的经历 哪一位 我有我左眼跳右眼也跳过 我都跳过 但是您左眼跳右眼跳的话 您通常会认为这有怎么回事啊 闹不清楚就是以为要发财了 就是以为要发财了 还是给自己一个好的面相 如果有左眼跳的话 还有哪位 左眼跳 你也昨天跳过 我还也跳过 跳完也没感觉有什么好事 没感觉 但是您会不会觉得说 跳完之后我自己还拿 什么棍压上的点老跳老跳 跳特别厉害 就民间当有这种跳得特别厉害的话 就是会拿小棍给压一压 对不对 那拍着压 对 我妈妈还教我一个方法 就是说当你这个跳得特厉害的话 你找一张小白纸 对吧 对 所以有人跟大家这么说吧 好 民间自由图办法 当然 有人说左眼跳财右眼跳财 这是一种封建迷信的说法 我们一定要剔除它 但是除了眼皮跳 可能是我们大家会想得到 我们昨晚没休息好 最近会压力比较大一点 那其实眼皮跳还是重大疾病的隐患 你们不知道了吧 今天我马上请到老师 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功能级微创神经外科主任陈国强老师 来跟我们讲讲眼皮跳都有什么样的隐患会发生 掌声欢迎 陈老师好 你好 你好 您请坐 您请坐 我相信您小的时候也都是从这种 中间迷信的这种教育方式而来的吧 都会觉得左眼跳财右眼跳财 对有受过这样的熏陶吗 有因为我这个从父母周围的人呐他们有时候跳的话也都认为是不是这方面有关联 行为左眼跳财右眼跳财 是刚才那位阿姨说啊 民间的治疗这种眼皮跳的特别厉害的话 压一火柴棍 压一小树枝 或者是像我刚才这样贴一个小白纸 这种治疗眼皮跳是管用的吗 要如果管用的话 它的原理是在哪里 这个它是怎么讲呢 如果是眼皮跳的时候 我们用个组不得东西给它粘在上 那个眼皮上面 它会感觉到舒服气 这个人自我感觉舒服气 因为是一个是那个纸条和固然它有个重力 就像我们有时候人家有时候躲的时候 拿着我的手指帮着它去 它就不躲了 它就会感觉轻松一点 在一个用那个纸粘在住之后 比如说我手上切个脚步的话 这关节就会收缩 它又会受限制 感觉会轻松一点 就像我们比如说这个爬山的时候 我们在腿上估一个弹力的这样的一个弹力估 可能爬山的时候你会觉得轻松 而且少受伤害 那眼皮跳的话 你找个东西去压上它一点 它就不会跳得那么厉害 给它点重力 感觉会轻松很多 但是实际上它还会在躲动 是 因为刚才我在开场的时候 已经告诉大家了 不是吓唬大家 眼皮跳可能真的是有一个重大疾病的隐患 但是说在说这个隐患之前 我想跟我们的陈老师分享一下 在你的所知道的这些病例当中 有没有还有相信这种封建迷信令人啼笑皆废的故事呢 有个人炒股这个人一个小子吧 他就是特别新的迷信那个眼皮跳那个买的股票 特别在06年那个时候 因为他一般是左眼跳的时候 他就买股 他就去买 那个大爷参考一些什么东西 他赚了不少钱 0708的都是很顺 买的买的 他有年这个08年的时候 他当时那个股票也是高位的时候 他那个眼皮跳一个多页 他说这个东西好像大财要来了 所以把他的家里全部给他那个投进去了 把身家全赔上 对 转到那个东西我们压着 最后那个股票一切千里了 搞得实陆无归